我真的好久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听到一个男人在这儿 絮絮叨叨 而且话极其致密 男生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 你一直告诉给全世界 你女朋友就是个病人 我有在关怀她 因为我们在一块这张站 都是我在包容她嘛 你要是有关怀她 你们就不可能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想到的 你唯一想表达的 就是你想把自己伪装得特别高尚 你看我多好啊 你应该感恩我 有意思吗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特别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一个人在台上 已经把你骂得 从头到尾体无完肤了 你还在这儿说 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听什么意见 如果你也想作践自己 那你就不要听我们的意见 直接跟他在一起得了 有什么可混的呢 长得漂亮能当饭是吗 长得漂亮就能得到真爱吗 不可能 你今天会长得漂亮 十年以后呢 依然保持这个面容 依然用他的话来讲 因为你长得漂亮 我颜值空 他因为一句长得漂亮想跟你在一起 就说明这个男人根本不欣赏你其他的东西 你仅仅是因为好看而已 好看是那是你所认为你的全部吗 如果你真的钟爱自己 正视自己 那就从今天开始 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 对于不好的爱人 该人就得扔掉 我觉得你俩问题特别地大 男生是这样 女生也是这样 尤其是女生问题特别地大 你是觉得自己长得特漂亮吗 你以自己的姿色为优越感吗 没有 他刚才一起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嘛 所以又嫌弃我 那不就是你以自己的姿色为优越感吗 你凭什么花他的钱呢 他总说我不好 跟别人说我有病 花的我们一起赚钱嘛 那最后不是你的钱 花完了花他的钱吗 就能有那一次嘛 平时基本上不会那么样没节制的 你俩合租是吗 对 房租怎么贪啊 我会买生活中的用品 他会付房租 然后我会交水电费 谁花得多谁花得少啊 肯定他花得多呀 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个呀 凭什么一吵架 就让他帮你清空购物车呀 你骨气和稚气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谈恋爱 女生就一定要当公主啊 就必须要宠着你 惯着你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然后维持一辈子 能把你当公主一样宠的 你去看看除了你爹还有谁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男人吗 没有 你这不就是在作吗 男生也一样 你既然作为他的男朋友 我发现你把这个事 当成了一个炫耀的资本 我有个有病的女朋友 你们都没有吧 我厉害吧 所以说俩人都没长大 谈什么恋爱呀 我们本来都是 我会发现你